三天新聞團隊持續的為您守候在屏東 帶大家來關心整個屏東的新冠肺炎的最新疫情 那麼現在時間已經進入到深夜了 不過在今天這邊整個疫情的最新消息 那麼就是在屏東這邊 新增了一粒本土的這個確診的個案 那麼他是在芳寮地區的這個一個果農 那麼他在六月中的時候 不斷的有回到這個芳寮醫院 來進行回診門診的部分 那麼在六月二十六號的時候準備入院 等待後續要來進行手術 那麼前面的採檢的部分 驗了兩次竟然PCR都是陽性 好 那麼再加上屏東這邊 近期都還有出現這個Delta變種病毒 整個群聚感染的事件 那麼因此現政府是不敢大意 整個料提從寬 包括從明天開始整個芳寮醫院 門急診將會暫停一天營運 那麼來進行全面的清消 另外針對整個同一時間出入 在整個芳寮醫院一樓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明天也在今天也會全面的來進行採檢 而另外針對其他的部分 包括像是在六月十四號之後 有在裡頭進行看病 或者是有陪陪病這樣子的人 那麼在明天也會在芳寮國小設置一個快篩站 來針對這些人來進行快篩 而後天呢 則是會針對包括像是春日香 還有這個芳山香其他的這些住民來進行快篩 就是整個要擴大篩檢的對象 因此就是怕這個病毒會持續的往外擴散 不過究竟這名果農他的感染源究竟為何 現在整個疫調都還要持續的來追蹤